说起谢霆锋 张伯芝 王菲三人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几乎没人理得清 但是却备受吃瓜群众的关注 一个是听众心中的天后 一个是无数人少女的梦中情人 一个是男粉丝心中的女神 各个都是娱乐圈知名的大咖 他们的感情经历绝对可以拍一部情感连续剧了 堪称曲折多变 让吃瓜群众不亦乐乎 常常在线吃瓜 现在我们都知道张伯芝和谢霆锋离婚后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后来在2018年生下第三胎 随张伯芝姓 名叫张里成 而谢霆锋则跟王菲重续救援 两人复合 现在仍然是男女朋友 但两人都十分低调 先少向外秀恩爱 对于他们曾经的过往 我们几乎很少得知 而最近就有一位知情人爆料称 谢霆曾经接受采访时说出了 他和张伯芝的感情经历 当时他让张伯芝走 但是张伯芝不听 而且还坚持给他当跟班 帮他端茶拿毛巾三个月 在张伯芝的坚持下 最终他被张伯芝的行为感动了 于是打赌 只要张伯芝打得过他就娶他 后来 两人真的鄙视了 但是谢霆锋作为男人 觉得不能欺负女生 所以始终没有还手 后来两人结婚了 按照谢霆锋的话来看 当年张伯芝真的非常爱他 而且爱得很卑微 他作为无数男粉丝心中的女神 愿意放下身段 甘愿给谢霆锋当小跟班 实属罕见 可这样的爱情还是没能长久 2000年 王菲和谢霆锋的恋情公开 因为他们世界地恋 所以备受外界争议 这段恋情刚满三年就结束了 于2003年分手 随后与张伯芝走到一起 两人于2006年结婚 婚后 张伯芝为谢霆锋生下两个儿子 可一家四口没幸福多久 2012年张伯芝谢霆锋就离婚了 2004年 王菲和李亚鹏公开恋情 两人一年后结婚 婚后王菲为他生下女儿李嫣 可王菲跟谢霆锋一样 没能和李亚鹏长相厮守 两人于2013年离婚 恢复单身的王菲 谢霆锋再度复合 这对姐弟恋超越了年龄 跨过了世俗 不顾非议 时隔11年再次牵手 也许 这才是真爱吧 张伯芝和谢霆锋虽然已经离婚多年 但还是被经常转复合 即使谢霆锋已经高调宣布与王菲恋爱 这种声音还是不绝于耳 近段时间 张伯芝新店开业 和前夫谢霆锋的垫在一条街上 相距也只有100多米 这更让人们纷纷猜测两个人的关系 之后更有媒体报道 两个人已经复合 还拍到了张伯芝在谢霆锋豪宅里过夜的照片 据报道称 谢霆锋与王菲的关系已经不复从前 两个人久不见面 感情变淡 而张伯芝的新店又紧邻前夫的店面 说明了张伯芝主动想要求和的意象 由于谢霆锋的两个儿子一直由张伯芝抚养 两个人因为孩子经常见面 复合也是十分合理的 虽然报道说的似乎十分合乎情理 但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日前也有媒体否认了这一复合的传言 而且证据十分的充分 说张伯芝在谢霆锋的豪宅过夜 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说到张伯芝在谢霆锋家过夜的那晚 谢霆锋那晚是在和朋友聚餐 谢霆锋的工作室也上传了聚餐的视频 既然谢霆锋和朋友在一起 怎么可能选择在这天晚上和张伯芝约会呢 张伯芝这天晚上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见谢霆锋 由于新店开业 工作比较的忙 张伯芝更是亲力亲为 为了新店开业忙碌到了凌晨三点钟 张伯芝发了动态和粉丝互动 早上更是早起为儿子做早餐 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和谢霆锋私会呢 复合更是无稽之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